畫面中空拍機在內湖上空拍攝 國道車流狀況 以及附近的建築物景色 全都一覽無遺 後來還有一架飛機緩緩飛過來 準備降落松山機場 誇張的是這架空拍機 與飛機的飛行高度竟然差不多 它是在跑道扇型電機 就是跑道兩邊的 轉點5公里的一個範圍內 原來操作空拍機的 疑似是一名 擔任設計師的趙姓男子 他在航道近飛區域內大玩空拍機 還將影片上傳分享 被網友發現 後來男子緊急下架 但已經被網友備份 民航局看到影片 研判男子操作的這架空拍機 當時是在半徑5公里到10公里之間 由於和飛機高度差不多高 明顯超過60公尺 已經違反民航法規定 截至新聞播出前 尚未取得趙姓男子的回應 但從網友的截圖中 發現這名男子後來在臉書上緊急貼文道歉 還提到關於空拍儀式 是我沒有注意到相關規定 之前曾經發生過空拍機誤闖航道近飛區撞上101 影響飛航安全 沒想到這回又有人已身釋法 航警局已經深入調查 一旦釐清案情將會依民航法118條 最少除以30萬元罰還 記者季冠宏何惟倫台北報導 中天電視全新製作強黨大戲 美好年代